三十 为您介绍以太网通讯 Logo与WinCC 这一季 我们为您介绍 Logo0da7与WinCC的以太网通讯 Logo0da7与WinCC的连接需要使用OPC 这里 我们使用的OPC服务器软件是新闻子的PC Access 这就需要我们对Logo PC Access和WinCC分别进行设置 首先 我们进行对Logo的设置 第一步 配置通信 一 选择工具菜单下的以太网连接 二 弹出配置地址与连接窗口 配置Logo的IP地址和紫网研码 三 在点对点连接中 选中以太网连接 右键添加连接 双击连接二 进入组态标签页进行设置 一 启用服务器连接 二 输入WinCC软件所在机器的IP地址 192.168.0.101 三 输入Logo的TSAP 20.00 第二步 指定交换数据区 在Logo中 给出了IO与VM地址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Logo的设置 配置好后 如何把程序下载到Logo中 一 点击下载图标 二 弹出配置IP地址的对话框 点击选择 弹出选择IP地址窗口 三 点击添加 弹出配置IP地址窗口 输入Logo的IP地址和紫网研码 点击确定 四 返回选择IP地址窗口 点击检测 检测到Logo的IP地址时 在状态处显示 是 点击确定 回到二窗口 点击确定 五 弹出Logo窗口 将Logo由运行改为停止 点击时 六 弹出LogoSoft Comfort窗口 提示将Logo中原有程序覆盖 点击确定 七 进行数据传输 八 弹出Logo窗口 将Logo由停止改为运行 点击时 九 在Logo软件中的信息窗口 会有提示 下载完成 接下来 我们设置OPC 这里我们使用的OPC服务器软件 是西门子的PC Access 双击PC Access图标 进入到程序界面 选中项目下的MicroWin 右键选择PG PC接口 弹出设置PG PC接口的窗口 一 选中TCP IP Intel R82566 DM 二 JEEK 本地网卡名 二 点击OK 三 弹出警告 Warning窗口 提示连接更改 点击确定 选中项目下的MicroWin 右键选择新PLC 弹出PLC属性窗口 一 输入一个连接的名称 Logo链接 输入Logo的IP地址 二 设置TASP 注意此处 要和在Logo中的设置交叉对应 三 点击确认 完成PLC属性窗口设置 在项目MicroWin TCP IP下 会出现Logo连接 在右侧空白处 右键选择新建项目 弹出项目属性窗口 一 输入符号名称 数字量输入 二 内存位置 地址VB923 数据类型Byte 此处要和Logo中的数据交换区配置一致 三 点击确认 完成项目属性窗口的设置 同理配置模拟量输入 选中建好的项目 用鼠标拖拽到测试客户机的项目代码中 点击保存 为此项目选择一个路径和名称 点击测试客户机状态图标 如果连接成功 则会出现相应的数值 时间 质量处为好 到此为止 我们设置好了OPC服务器 接下来 我们设置WinCC 双击Symatic WinCC Explore图标 启动程序 点击新键 弹出WinCC项目管理器窗口 选择单用户项目 点击确定 弹出创建新项目窗口 设置项目名称 项目路径 点击创建 进入WinCC界面 选中变量管理 右键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找到并选中OPC.CHN 点击Open 在变量管理下 出现OPC 选中OPC下的OPC Groups 右键选择系统参数 弹出OPC条目管理器 点击Local 会出现矩形框中的几个选项 选中 S7200OPC Server 点击浏览服务器 弹出过滤标准窗口 点击下一步 弹出S7200OPC Server窗口 此时 我们可以展开左侧的目录 点击Logo 可以在右侧窗口 看到Logo的条目 AI和IB 一 选中参数AI和IB 点击添加条目 二 弹出OPC Tax窗口 提示创建一个合适的连接 点击Yes 三 弹出新连接窗口 输入连接的名称 点击确定 四 弹出添加变量窗口 点击完成 在变量管理下 依次展开 会看到OPC Groups下 新建的S7200OPC Server 点击S7200OPC Server 会在右侧窗口中 出现AI和IB 选中图形编辑器 在右侧窗口 新建一个画面 这里命名为Logo 双击进入画面 编辑界面 编辑画面 一 添加三个文本 分别编辑为 Logo连接 模拟量输入 数字量输入 二 添加IO文本域 与AI关联 显示AI的实际值 三 添加图形员 与IE关联 当IE等于零时 为灰色 当IE等于一时 为绿色 完成画面设置 Logo 0B A7 与WINCC数据通讯情况 一 Logo中的AI等于零 IE等于零 在WINCC里的显示 如图一所示 二 Logo中的AI等于502 IE等于1 在WINCC里的显示 如图二中所示 在Logo中 运行界面截图 如图三所示 二者是一一对应的 我们的连接 是成功的 本集 我们为您介绍 Logo 0B A7 与WINCC的以太网通讯 谢谢您的收看 请关注 我们下一集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